狼群死死守住路口 让李大哥一家不敢动弹 生怕有一丝动静就引狼入车 虽然对峙了很长时间之后 狼群也没有丝毫进攻的意思 但是李大哥依然死死握住方向盘 第一声安慰妻女 随时准备突破重围 没想到道路前方突然传来巨响 狼群随之散去 李大哥一家惊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趁着假期 李大哥带着一家人 开着自家的轿车 在公路上进行自驾游 一路上风景秀丽顺风顺水 妻女在车内偶尔的亲热打闹 让李大哥兴致高昂 但没想到来到一处 人烟稀少的道路的时候 李大哥敏锐地发现了一场 远远地就看到道路的前方 有片黑压压的东西 李大哥本来以为是路障 就像前去看看道路前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看能不能通行 没走前几步 李大哥就冒出一身冷汗 他终于看清了前方是什么东西 居然是一群狼 作为在靠山村庄长大的李大哥 偶尔会见过一只两只狼 还是能够应付得来 但是一群狼是第一次见 只见狼群密密麻麻严守着路口 一副此路是我开的感觉 李大哥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慢慢挪步向后退 不断观察周围的情况 果然周围的山上 也有零零星星分布的狼 李大哥感觉自己 现在就像狼为刀组 我为鱼肉 直到慢慢地移动到车子附近 李大哥才感觉到一丝安全 立马坐上了主驾驶位 李大哥将现在的处境告诉给妻女 妻女也十分害怕在后座尽量俯下身子 不敢出声 李大哥看着步步紧逼的狼群 感觉自己心快提到嗓子眼 在脑内不断思考 该怎么突破重围 不管是掉头还是倒车 都需要时间和技术 直接冲过去 又不能保证前方真的安全 现在只能熬狼了 等到狼群对他们失去兴趣 才有机会突破重围 长时间的高度注意 让李大哥有些疲惫 突然之间道路前方传出一阵巨响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李大哥一家都震惊了 只见道路前方不远处的山坡上 落下滚滚落石 滑坡的泥土 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奔流而下 是山体滑坡 这让李大哥回忆起了丧亲之痛 六年前李大哥刚结婚不到一年 双亲就不幸丧命在一场山体滑坡的事故当中 这时候李大哥也终于想起来 和这群狼有什么样的缘分 就在四年前 在这附近李大哥亲手埋葬过一只公狼 救助过一只母狼 还帮助受伤的母狼顺利渡过冬季 但是在将母狼放归山野之后 就再也没有相见过了 难道是那只不知名的母狼 在冥冥之中帮助李大哥吗 因为察觉到即将要发生山体滑坡 所以前来救助恩人吗 这其中又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时间回到六年前 此时的李大哥正在经历新婚的喜悦 于是带着妻子前往外地旅游 但是没想到在旅游的途中 就受到了来自家乡的噩耗 双亲在一场山体滑坡的意外中下落不明 李大哥夫妻在听说之后 火急火燎地赶回家乡 但是却受到了双亲不幸丧生的消息 一夜之间李大哥就要自力更生 成为家族的脊梁 一年之后妻子怀孕 为了补贴家用 李大哥开始频繁上山采摘野菜 菌类 药材等 这天李大哥照常上山 听到了周围草丛的异想 于是李大哥握紧手中的棍子 就要上前去翻看 是不是野兔或者蛇虫之类的 可以换点钱 结果没想到竟然是两匹狼 而且状态看着都不是很乐观 李大哥大胆地上前观察狼的情况 公狼已经死去多时 母狼虚弱地靠在公狼身上 腿似乎是摔断了 看着面前的悬崖 李大哥推测应该是两匹狼不幸双双坠崖 看着眼前的一幕 让李大哥想起了丧亲之痛 于是李大哥在附近简单地刨开一个土坑 将丧命的野狼埋下去之后 又将受伤的母狼带了回家 并且悉心照料 外面正直腊跃寒冬 即便母狼没受什么重伤 几天之后就恢复了活力 但是李大哥还是收留他直到开春 才将母狼放归山林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 李大哥做好心理准备之后 下车前往狼群附近蹲下伸出了手 只见一只毛发略白的狼走了出来 亲密地贴近了了李大哥的手 李大哥心中五味杂陈 没想到自己的善举 居然引来了狼的报恩 本来以为今天要命送狼口了 结果这群狼居然是来救自己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